大家好 我是白龙 不管你有什么想要推广的理念 只要这个理念还不被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话 那你就一定知道我现在说的情况 也一定能够了解我的心情 我今天扮演的 就是一个从事素食推广一阵子的一个角色 心境上的转变跟你分享 其实我在拍这个影片之前想了很久 我一直思考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 因为我知道 追踪我YouTube频道大部分的人都是荤食者 可能知道素食是什么 但是只了解一部分 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跟条件 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我了解 我非常了解 我当然了解啊 因为我自己也是上大学之后 才慢慢了解的 我也吃肉吃了二十几年 我以前觉得吃素就是没有力气 营养不良 或是比较穷之类的 那吃肉才能营养均衡啊 符合食物链等等 当然我现在知道这些都是大大的错误 我只想告诉你们 肉很好吃 我以前很常吃鸡排 然后早餐会吃猪排汉堡加蛋 然后也很常吃牛排 也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 才让我改变 绝对不简单 也没那么容易 但我想要说的是 改变饮食模式 是我这辈子做出最好的决定 一开始我还不是个称职的推广者 我几乎逢人必讲 然后也不管对方想不想了解 所以几乎我身边的家人朋友同学 全部都被我骚扰过 在没有挑选对象 还有适合的时机之下 可想而知结果很糟糕 根本没有什么成效 我现在回头看以前的自己 也相当理解当时的状态 纯粹只是想要发泄自己的负面能量 非常感性的状态 感性的信任何起了作用呢 当我是这种负面不理性的情况 通常没有什么效果可言 至于为什么素食者会这么激进 大家可以看这部影片 我在里面有完整的描述 可能是吃了很多闭门羹 所以我现在开始静下心思考 然后才发现以前根本就在虚耗自己的力气 做了很多没有成效的事 当然我不知道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但我以前这种没有经过思考的方式 绝对是错误的 就是因为不好理解才很难推广啊 不然你以为麦哲伦发现地球是圆的 告诉别人石油很简单吗 不然现在还要你推广干嘛 哈 没有啦 我在跟我自己讲话 没事没事 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秘籍 累积4年下来的经验了 没有没那么厉害 当然我的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 我现在啊不会再随随便便的开启这个话题 我开始学会先观察人 这真的很重要 我会先观察对方对不同事件的看法 例如死刑 同性恋 网红 酸民等等不同的议题 因为我觉得素食只是其中一个议题 最终也只是表层的行为 重点是他愿不愿意打开心胸去接纳不同的声音 会独立思考 而不是人云亦云 认为既有存在的一定是正确的 保持怀疑 以及想要了解的好奇心 当具备以上这些特质的话 嗯 虽然听起来这种人好像很少 我现在好像就具备一种感知的雷达 每当听到有人对市政有独特看法时 诶 你这么认为哦 那你认为毒品合法化你有什么看法 很像一层一层去探究一个人的本质 听起来好像有点变态 当我认为他有可能可以理解素食的议题时 我才会一点一点的丢出资讯 听起来好像很小心 因为我之前已经碰过太多失败的例子 也非常珍惜每次与人深度交流的机会 有可能对方的生活圈完全不会接触到素食 我有可能是他一辈子唯一碰到的一个推广者 那如果错过的话不是很可惜吗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疯狂 但原谅我的真诚 我心里真的是这样子想的 只要有一点点机会 能够改变大家的健康环境动物 带来一点点的改善的话 我都相当真实 以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状态 那我现在平常也是不断的在做逻辑思考 然后还有过好我自己的生活 带给别人正向的思考 希望这部影片可以帮助到你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帮我按个喜欢 然后可以在下面留下你的看法 想要看到我更多影片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铃铛哦 这样子才可以看到我最新的影片 我是白龙 各位白粉小微根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看到一个留言我真的很想讲一下 很多人都误解了认为素食好像很无私很高尚 很像选择素食放弃了什么一样 但对我来说完全是有意识的选择呢 而且从某些角度来看反而是更自私的 因为我想要健康快乐啊 那至于自私这个议题 感觉又可以开另外一个影片做讨论 那我们下次再说吧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做聊聊这个系列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告诉我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